周三台湾本土确诊个案仅一例 指出五例境外移入个案中 有三例是打过两剂疫苗 这三例打过疫苗的前两位 都是接种国药的疫苗 就是中国的国药疫苗 因为1月2月打了两剂 5月底确诊 所以根据这个病史 也是符合突破性个案的定义 国内外陆续传出 完整接种疫苗后仍染疫 指挥中心公布 台湾目前有十例突破性感染 都是打完两剂疫苗 有八例是本土 两例境外 从数据来看 8月15日前 有66万1884人 完成第二剂疫苗接种 其中接种完两剂AZ疫苗 有44万1416人 目前台湾八例突破性感染 都是接种AZ疫苗 以看两剂接种后14天 就是目前有八例 这是以本土而言 经过定序之后 所有国内的部分 都是属于Alpha的变异株 那另外一例是Delta的变异株 是从日本境外一路 指挥中心也公布 接种疫苗7天后常见症状 以台湾接种的三款疫苗 AZ 莫德纳及高端 约2.9万人调查分析 全身不适症状 以疲倦 肌肉痛 头痛较长发生 局部不适症状有注射部位疼痛 及注射部位肿胀较多 生活影响方面 接种AZ第一剂无法工作约有10% 接种第二剂约2% 接种莫德纳第一剂无法工作约5%到6% 接种第二剂的第一天约20% 第二天约10% 接种高端第一剂无法工作约5% 以年龄来说 18到49岁较50岁以上 容易发生这些症状 那发生比率是AZ的第二剂 低于第一剂 但是莫德纳的第二剂会高于第一剂 打疫苗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性 所以每一个人或是父母 都要仔细的去评估 那做好自己的选择 截至8月31日 全台超过1000万人接种过一剂疫苗 人口涵盖率42.77% 剂次人口比46.69% 以来继693例接种疫苗后死亡 年龄为2岁到101岁之间 75岁以上有424人 其中554例是接种AZ 133例接种莫德纳 6例接种高端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